嗨,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台北富邦銀行J卡 2022年下半年權益出爐囉 實體刷卡同路的額外加碼0.88 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最近剛好是6月到7月的 轉換期 所以也有不少銀行 在釋出他們的產品 就是下半年的權益 已經陸續的公告了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台北富邦J卡 J卡我相信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因為我們其實又持續的 跟大家做更新啦 那他上半年的權益 跟下半年到底有什麼差 他的差異最大的就是 回饋無上限這件事情 他已經改掉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 無腦刷用J卡 而且綁定Line Pay要拿高回饋的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張卡片是不是已經要剪掉了呢 這個就倒是不一定啦 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去 看一看你自己每個月的刷卡金額 來決定說這張卡片 是不是仍適合你使用 那他下半年的規則 他把它改成說J卡或是J Cash卡呢 你是1%無上限 但是呢他有一個指定通路 跟指定活動加碼的部分 來到了就是額外加碼2% 比如說你是在Line Pay支付 是給2%加碼 那這樣子是不是加起來 就是3%回饋 那我們上半年是無上限 但他下半年的這個2%加碼的上限 是只有每個月5000點 所以你回推一下 大概就是刷25萬左右 可以拿到5000點拿好拿滿 那這時候你可能會想說 我一個月信用卡帳單 都不會刷到超過25萬了 那這樣對我來講有差嗎 所以我們退後一步來分析 為什麼銀行要做這個上限的設定 很明顯就是有不少的刷卡大戶 每個月可能都刷4050萬以上 所以他拿到的3%的點數無上限 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多 好像我之前有分享過就是 他們自己內部的經理也有講過 曾經有一位大戶在101 刷一個名牌精品包 就刷了800多萬 那800多萬換算下來的話 哇他拿到的這個點數是幾十萬點 對所以他就是要杜絕這樣子的大戶 所以他把它設定5000點為上限的部分 那你一個月能刷的錢 就是230萬而已 所以你買一個包可能都不夠 所以你的回饋率就會下降滿多的 所以我相信他們是覺得無上限這種回饋實在是太困難 你可以去想一下2019年到2020年 這段時間有一個產品叫做永豐大戶 他其實產品剛上市的時候 他的信用卡是給2%回饋無上限 他後來也是做了修正 就是每個月的上限只能夠讓你刷多少 刷15萬 所以他們都還是有抓這個自己能夠支付的上限 所以沒有辦法 那這張J卡呢 他在下半年有沒有什麼通路做加碼 有的 他其實有針對這個日本跟韓國的實體刷卡通路 有額外加碼0.88%的現金回饋 那這時候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你要說這銀行是超前部署呢 還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因為現在根本就還不能夠去日韓旅遊啊 你下半年你公告這樣子的優惠 當然人家會覺得說 哇如果9月或10月已經全面性的開放 讓我們可以隨意的出國跟回國 而且不需要就是再關7天或關14天 那當然很好啊 我們就是瘋狂出去玩了嘛 畢竟你在國內關了兩年 你的國旅該去的地方都去了 而且又比較貴 你當然我想要出國啊 對啊 但是呢在還不能出國的情況之下 這個實體通路額外加碼0.88% 這一點呢 我就必須要持一個存疑的態度 就是你是看得到吃不到的 你當然會覺得大家都在賭嘛 就好像防疫保单每個人都在賭說 反正國內疫情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就先賣嘛 先賣先賺 結果現在每個人都確診 他要賠的錢呢 他自己收進來的保費都賠不完了 然後還要再額外做資本支出 或者要再增資才能夠把這個錢支付完畢 所以這一點就是銀行賭輸了嘛 就是那個產險業者 保險業者賭輸了 那現在銀行也在玩這一個 大家都在賭說 好8月9月份 我們的疾管中心已經確定 可以讓你出去玩了 好那大家就開始瘋狂用這張卡片了 在那之前的話呢 呃 我覺得還是持觀望的態度啊 好那手上如果有這張卡片 你是不是應該要剪掉呢 好我倒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自己手上有這麼多張信用卡 幾百張 好我其實不見得一定會刷這張卡片 因為不同的通路 其實搭配不同的信用卡 有非常高的回饋 你反而會比較少去遇到這種 所謂的無腦刷的情況 對於我來講 每一個通路 每一個刷卡回饋 我都可以拿超過3%以上的回饋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張卡片呢 所以對於我而言 其實這張卡片我反而是不常刷的 我可能主力是里程 好里程換機票 更划算 所以我就不會用這個點數的卡片 好 那你自己的部分你也要去思考 比如說你很常在網路做消費 或者是你在餐廳做消費 那我建議你先用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是將來銀行的將將卡 因為它是每個月5000塊以內 直接給你5%回饋 那這5%回饋的是 不是現金 它回饋的是將來恩典 這個將來恩典比較有趣的是 你如果在APP裡面啟動這個 次期折抵的功能 那麼你在下一期的消費 好你一刷下去的瞬間 你的將來點數呢 就會被扣掉 然後馬上變成現金到你帳上 那等到廠商三天後勤款 他才會把這個錢扣走 所以對於我而言 我覺得它幾乎就像是 現金點數一樣好用 好 那每個月5000塊以內可以拿到5% 超過5000塊只剩下一%的 點數回饋無上限 好 所以也是蠻適合小資組 一個月就是刷5000塊左右 你會優先使用這張卡片 好 你拿到的回饋會比較高 那反而你用的是這一卡 你就只有3% 好 那這中間的話你就是自己要取捨一下 或者是說你喜歡在網購買東西 那是不是星光OU點點卡 你應該要先用 然後SNY信用卡的網購5% 你也應該要先用 所以這些很多很多的卡片 其實回饋率都比這個還高 甚至我自己去外面住宿吃飯 我都用大白 大白的回饋都是動不動就是50%回饋以上 所以我吃一頓飯4000塊 那回饋兩三千塊錢 那這樣子比起來當然是比刷J卡還要高 所以大家在面對這個權益的更迭的時候 你就要去思考 你是不是很常用這張卡片 如果你不常用的話呢 綁定電子帳單免年費 你就不用理他了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 啊我好討厭這家銀行 就是一直限索 尤其是這個富邦殘險 就是什麼都不認 好 那對消費者來講 真的是觀感非常的不好 那你的確可以選擇 把他的卡片全部都停掉 不要跟他往來 這完全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自己本身是逐回饋而居 好 就是有高回饋你就用的話呢 那這張卡片也許你可以留著 因為說不定他會有做額外的加碼 你說我們在網路上面 就是第一時間產品的 下半年的資訊公告之後 好像有點在帶風向就覺得說 哎呀卡片縮水了 不好用 大家趕快撿 那難道每個人都是刷25万的嗎 你刷不到25万 其實這個卡片的回饋上半年 跟下半年是差不多的 對那你覺得這些KL都是在幹嘛 都是在騙人嗎 好 其實不一定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網路上的風向是偏向比較負面的 那銀行是不是開始會有點警惕 然後他也希望能夠挽回一些聲量 他可能會寄出一些加碼 好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操作 也許他會在下半年 或者是在9月10月的時候 再來推出一些不錯的行銷活動 那對於已經在使用這張卡片的人來講 也許是一個不錯的加碼 那當然還是要看 就是如果他的卡量已經推超過百萬卡 他根本就沒有差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家就可以見了 但如果他還是希望大家持續用他的卡片 要創造一些正向的聲量 那他勢必就是要做一些操作 或者是在撒錢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直觀的一個選擇 那我自己本身是不常用他的卡片的 那你們要不要上車 我也覺得沒差 因為就不是我的主力卡 我幹嘛去推他 我要推就推我自己喜歡 我自己常用的卡片就好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持續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相關的銀行產品 然後信用卡的優惠更新 只要你有用到這些卡片 你就應該要關注一下 因為畢竟你的產品權益 可能7月1號開始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你可能有一些權益會蒙受損失 那你就應該要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個再見 拜拜 拜拜